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说到多拍啊 又是一个多拍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但是那场比赛他的发挥其实也很好 对 他很稳定 是 球 上次区球总比赛 玩的 free 智患 童谎 按钥区 正在纸舞 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面子 准备 思路很清晰 是比三 都在互相的抓对方的正手 因为和平教师的左手 左手也比较喜欢控他 控就是右手的正手 因为他也是正手 好球 好球 是 对 给自己创造出机会 像这种球还是非常提士气的 是 开局之后比分一直没有拉开 4比4 因为和平教就是要靠一些进攻 来突破王子一 因为跟王子一慢拉慢掉 反而他也不是不害怕这种 嗯 两个人年纪相仿 和平教大三岁 对 好球 5 比4 对 这个对角变化的很好 对 而且第一盘调整的很好 没有特别好的杀球突击的机会 对很耐心 很耐心 方法球 5 5 5 往前的技术动作还是很细腻的 看这种球又是在往带上停了一会 那个阴下 5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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6 哇漂亮 反拍的过度 半场球 半场球 6比6 6比6 伙子 你再看 今天王芷一往前的质量很高 而且守得很好 即便是被对方扑到了 但是这个球还剩多了 准备下一拍 是 准备得很充分 质量很高 7比6 虽然和何冰娇相比呢 王芷一参加的大赛的没有那么多 但是像去年的印尼大师赛 当时和山口倩的那场比赛 尤其是决胜局打到了26比24才获胜 那场比赛也是打得很精彩 对 好球 漂亮 八八球 7 比7 王芷一还是比较 就是拼劲很高 在场上 就是不管你落后多少 都不会轻易放弃的 是 有很多球迷说王芷一的打法像 陈雨菲你觉得项目 有一点点吧 8 8 比7 8比7 比分还是没有拉开 是 哇 想法很好啊 但是很可惜 交出了边线 这球和冰娇推的也不够到位 对 对 10 比7 10 10 1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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王芷一的身体素质还是不错 对 平时训练的时候 什么力量方面 跑步方面 都是比较出色 20秒 20秒 继续比赛 1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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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2 1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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2 2 1 1 2 1 1 2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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2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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1 2 2 2 1 2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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1 2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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4 2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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1 2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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主要控制一个正手区 和文娇变化还是挺多的 这个球就明显就又在打人家的头顶去了 所以感觉它的出球线路更丰富一些 对 发球的变化 好球 17 比8 而且今天和冰郊的失误异常的少 所以没有什么太多的破绽 王芷一这边就比较麻烦 嗯 这段时间也迅速的跳分 17比8 是 主要是自己没失误 对 8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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9 9 比17 9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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